我与世纪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今天是10月23日 星期一 今天的你一定过得很美好 因为你凡事亨通 神是爱你的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读 来自科雷虚 欧亚克伦布 牧师的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信息题为 正确使用你的财物 但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 和祂的义 所有一切东西 都必加给你们了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无论你目前的财物如何使用 特别是在对于神 对福音的传播 和国度发展相关的方面 都反映出 如果你的财物状况 增加一百倍 你会做什么 有人可能会想 只要我能够得到一百万美元 我就是天国的大额资助者了 问题是你是否忠心地使用了交付给你的那一顶钱 你有没有把因信任所给到你那点钱放在福音的事上 主耶稣在洛加福音16章10节强调了在管理世俗财产时要忠心和正直的原则 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福家福音16章10节 至11节 广大经典版圣经旨意 金钱是一个放大器 它具有放大 扩大 或显示一个人品格的独特能力 你今天用钱所做的每一个行动和决定都是你品格的见证 当你的财务资源增长时 你品格的这一基本方面不会改变 你一直都在做的事情只会做得更多 对于那些已经把钱用在消极方面的人来说 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只会放大这些消极行为 相反 如果你把钱用在公益的目的上 播种福音 推进神的国度 那么拥有更多的钱就会扩大这些善行 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检查自己当前的财务行为 他们是否符合神话语的原则 神乐于使那些致力于他正义事业的人财富倍增 当你把侍奉主和他的国度放在所位时 你在金钱方面的行为就会成为中心的欠证 这与你拥有多少钱无关 而是你的心和意图是否与神的旨意一致 始终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寻求他的国度放在所位 你就能让自己经历到神的供应和你资源的倍增 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宣告 我是你托福给我一切的忠实管家 我以尊荣和荣耀你的方式 使用我的财务 我的财务 品格 杂根于工艺中 我慷慨地给予 剥杀祝福的种子 为圣于神果都的信圣和推进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可以参考经文 路加福音16章10-12节 2.哥林多前书9章6-9节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8123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祂 并祂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